因为姐姐从小就是学校的应该又是校花 又是那种很好很好的学生 就是上台去鼓励同学们 那种优秀的同学 那我是上台因为就是就会比较很害羞 所以她天生比较害羞 但是其实在这个剧本里面 她也没有说了太多关于志华的性格 我觉得更多的是在志华成长过程中 对成长和对时间流逝的一种叹息 因为她又恢复到写性的状态 然后她又碰到小时候喜欢的那个男生 其实我觉得是对时间的一种怀念和对回忆的一个探究 我不觉得它是一部爱情电影 爱情只是在这个故事里面的一部分 它还包括它的成长 它的家人 我觉得当初吸引我当然是因为严谨君而导演 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故事整个呈现的一个几代人的一个生活的面貌 对这个是我觉得可能就是说随着时间 随着我自己的成长 我对这方面也会越来越就是情感的深入和了知 对所以这个片子我觉得我喜欢的一部分 就是因为她在讲大家 这个要看电影 对这个要看电影 因为这个不是一句两句 这个也是说不清楚的一种一种一种情愫 对就是有很多很多情绪在里边 对因为电影开场就是我姐姐去世了 所以你面对生命的消逝和它的这个过程 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像我就经历的越来越多 就是这种事 所以你要去思考你要怎么再去面对你接下来 不知道哪一天会消逝的人生 对 就是导演跟就是我们演员之间 那个语言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去沟通的 所以那个专注力可能要再多一点 对因为你要听明白翻译 要翻译导演的意思 那包括我要跟导演说我的意思 就包括所有演员 要跟导演说导演的意思 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需要一些时间 对 但是其实好在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和生命的感知比较相同 对所以在拍的过程当中 其实没有发生一些一些无法沟通的状况 因为我第一次经验到的是一个组 他用的很多的自然光 对然后在我的表演区之内 在所有演员的表演区之内 是完全看不到这种灯角的 完全没有 就好像那个家他们没有打过灯一样 但是其实他们打过灯 对所以我也问过导演 我说这个方式是一个什么样 我就很有兴趣 他说就像画画一样 就是说你去看整个画面的光的平衡 哪里需要再补一点 或者就完全是一个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新的学习方式 但是对于就是摄影的方式 其实我之前因为他们有两台移动的 就一直跟着我们演员 跟着所以演员的表演是非常自由的 对然后根据场景的设定 对然后还有天气啊 我觉得我们大连风帮了我们很多 就各种 对那跟导演有一次特别好玩 因为我们在大连拍的嘛 然后我就觉得之华这个人 我想他有一种颜色 对所以我说 我说导演我想给我的指甲涂个颜色 他说什么颜色 我说比如说天蓝色 对然后我们就去找了那个 美甲的那个色卡 对我就挑了一个颜色给导演 对然后导演说 嗯这个跟我想象的差不多 后来我就发现他在画面里 出现非常多的蓝色 蓝色的气球啊 蓝色的那个木栅门啊 对所以你看现在 你好知华的字也都是那个蓝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 就算语言不通 但是那种就是是可以 就是默契的 他是非常非常细 非常细腻的细腻的导演 嗯非常在现场也很 安定 对所以能和严谨导演合作 其实也是圆了一个愿望 因为也看了他很多的作品 嗯也不知道 反正时间和缘分这个东西 总是奇妙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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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